在我過往協助過做一些社區調解的工作 這些社區的對話一定不會是一次就見到效 不過我們也希望橄欖枝雙方都要有 如果是暴力的情況不斷升級 其實大家希望探討會不會有一些中間方案的人 就很難去找中間方案 因為你一有嚴重的暴力 大家在對話和協調的氣氛都一定會遭到很大的破壞 我自己個人對於特首落區的第一場嘗試 我仍然都是肯定的 雖然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我也理解他們第一次這樣做可能從經驗 大家互相都完全在信任度 我認為現在在社會對於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信任度是很低 這種對話要是很多次亦都可能用不同的形式 甚至可以歡迎有一些人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甚至他們提過互聯網的方式 這些其實都可以嘗試 但凡是嘗試都要有雙方的誠意 如果只有一方我就會看到繼續行對話的情況是有難度的 譬如有一方現在的暴力示威者 他根本就不理你怎樣一定要全部以他要求的那個為目的 那就是不是願意去妥協的 我再一次呼籲其實政治都是一個妥協的藝術來的 全世界怎會得一種意見 全世界任何一個社會對一些制度都一定有利弊 因為如果我們很希望去推進我們希望的制度 朝向更開放發展 暴力是一條絕路 暴力只會令到任何想協助 推動那個制度變得更好的人 是卻暴的 所以我們必須跟暴力切割 而希望這些繼續暴力的人 他要知道他這樣做只是傷害了整個香港社會 包括甚至有些人希望討論政改或其他等等 根本無可能在這麼嚴重的暴力情況下有那個氛圍 我相信整個暴力示威那個緣起是反修例 所以首先解決的就是反修例那個暴力事件相關的 我認為那些暴力的示威者就不應該將其他的東西加了下去 來用一個脅迫的方式 大家都說過如果是暴力升級 是想令到協助 我無論政府或市民之間去尋求更多出路的人 只會是令到這些人有更大的困難 原因是沒有人是可以向暴力去妥協的 那我希望那些希望將來在長遠上 無論在政治制度或者在法例和教育 我們都希望去探討的時候大家應該一齊同心協力去呼籲 仍然是用暴力的示威者停止暴力 那個社會才有空間 就現在暴力已經掩蓋了整個討論的空間 我們都收到不同的訊息 多數是互聯網的訊息 都是說由28號開始到10月2號 是會有機會出現嚴重的暴力 我就再一次希望真的不要用這個方式 如果有些人他支持或者參與這場示威 以至到現在都還在支持這些暴力行動的市民 我很想跟他們說如果他們真的想爭取更多的高度自治的空間 又或者他們希望推動政制改革 這些較為長遠一點的方向 我們首先真的要跟暴力切割 一日有暴力我不相信這些討論能夠展開